谁会在半夜三点喝珍珠奶茶 这里真的好舒服哦 这个海边还修了一个步道 杨教头 可爱哟 哈喽大家好 我是Bakie 现在呢我们已经抵达了 釜山的金海机场 我们是达凌晨的十二点半的飞机 从胡志明寺飞往釜山 现在到了之后已经是早上的七点多了 超级累的红颜班机 现在这边只有两度而已 刚一下飞机的时候没有预料到 它没有空桥 是接驳车 外套都还来不及拿出来穿 穿着短袖暴露在两度的空气里面 超冷的 釜山也是我们第一次来 然后这机场还蛮小的 刚刚妹妹说她超饿 所以我们就先去便利商店买一点东西吃 现在手超冷的 已经戴上了手套 再跟你们讲那件超荒谬的事情 飞机起飞之后 空姐就拿了珍珠奶茶给我说 这是你的珍珠奶茶 然后我就一脸茫然想说 我又没有订 就说 你给我看一下你的登机证 你真的没有订吗 我就说 我没有印象我有订 然后她就把这个珍珠奶茶拿走了 大概飞了再过两个小时吧 大家都已经睡成一片的时候呢 就又有另外一个空姐 她又跑过来 拿着珍珠奶茶再度出现在我的面前 然后我就说 这个是你的礼物 那时候真的太累了 我已经不想再跟她说什么了 我就收下来了 但是谁会在半夜三点喝珍珠奶茶呢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杯 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就是这一杯越南航空的珍珠奶茶 其实她的茶还蛮好喝的 其实她的珍珠是蒟蒻 就是那种比较脆脆的 Chan Jabo 大家以后如果搭Vietnam Airlines的话 订票的时候可以在她的网上预订一杯 在飞机上喝珍珠奶茶 我们现在已经买好车票 要前往海英台 一张是一万块 然后我们大概9点05分的 然后刚刚买票那边的英文完全不同 不太确定到底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三号站排这边等车 不过这跟我查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她的站蛮少的 那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海云台的海边下车吧 还没上车 成功上车 我们刚刚已经check in 完了 我也把妆给画好了 我们跑到旁边这个GS245去处置一下我们的T Manica 还买了地瓜牛奶 还蛮好喝的啊 还买了一个红乎糖 还想小娜在吃糖果 她现在非常的勇 只穿了一个短袖 那你现在来韩国觉得怎么样 那你现在来韩国觉得怎么样 现在的天气非常的好 就有出太阳 就不是很冷 就蛮舒适的一个天气 红眼斑其实还是有点累 所以我们接着就不会很特种冰的行程 这个就是我们的饭店 Ibiz Budget 你在干嘛 这里真的好舒服哦 这个海边还修了一个步道 不过冬天真的风太强劲了 这边就可以看到胶囊列车 沿着海云海的海边步道 走走走走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是Club D Oasis 它是一个汉着沐家水上乐园 新开的 所以我们打算来这边休息一下 Club D Oasis 我们刚刚已经从Club D Oasis出来了 我们在这边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 就整个下午都好在这边了 那这一家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级 我们另外呢 会再出一期影片 来介绍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体验 现在已经快到六点了 外面已经要天黑了 那我们等一下要先回饭店拿房卡啦 哈啰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饭店了 我们住的是海云台的Ibiz Budget 我们的房间是15楼最高楼 然后是面海的房间 带你们简单的Room Tour一下 房间进来呢就长这样 就一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厕所 就是有一个洗手台 跟一个淋浴间 就是一张双人窗 非常的小 一眼就可以望尽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小的冰箱保险柜 它们有一柜 一个衣架在这边 非常非常的简约 麻雀虽小 五丈俱全 这边呢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海滩 那我们的Room Tour就非常快速的介绍完了 这一个晚上非常便宜耶 我记得我在阿古达订一个晚上才1400多块吧 位置呢应该也还OK吧 就在海边 就我们行李箱打不开 对行李箱可能会打不开 没有关系 便宜就好 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 我们已经起床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找朋友 一起吃早餐 哇我们看到韩国大草莓了 哇这韩国柿子超大颗的 两颗五千五 沐河 哇 浅潮 哇 浅潮 试试看他们是不是在这里 到了到了到了 走吧 我们进去吧 停 到了 Hello Hello 終於相見了 看起來很棒 每次Avocado Toast 在這邊看 在這邊早餐都是我早餐 這是我的早餐 火腿蛋 吐司 看起來很厲害 我們已經吃完早餐了 現在呢走到海雲台這附近 小巷弄裡面有很多小店 很漂亮 這是我們要參加的婚禮 這是我們要參加的婚禮 因為呢我們沒有喊帝 所以放的是越南燉 我們要參加的婚禮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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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四 我們現在來到了釜山科學館 用的是我們的FUSSAN PACE 但是其實這裡的門票超便宜的 感覺用FUSSAN PACE應該是 蠻不划算的 我們現在在釜山科學館的FUCO 買了一個棉花糖 超可愛的耶 有五種顏色 已經被它吃掉了 紫色了 可愛喔 我們是拿FUSSAN PACE進來的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個用的地 其實這裡入場的大人才三千塊而已 其實超便宜的啦 用FUSSAN進來真的超不划算的 妹妹在摺紙飛機 這邊全部的人都在摺紙飛機 就可以馬上發射你的紙飛機 我們到了新世界百貨 福山最大的百貨 這裡超多人的 落意不絕的人 好笑 這要加一百塊的購物袋 我們現在在新世界百貨底下的 B1美食街 然後妹妹呢 買了一隻熱狗 好吃嗎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起司浴飯團 我們來到新世界百貨裡面的 Spaulin 看著墓 耶嘿 到了 我們是用Visit做三倍 所以不需要錢 很想像她在泡澡 不是泡腳 泡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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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就買了 薯片 還有我的熱狗 就被我加熱到怕爆開了 跑到二樓來吃拉麵 這邊有一大堆的拉麵可以帶 海鮮口味的拉麵 這樣一個拉麵 然後再加一罐汽水 可以自己選一罐 有可樂啊 Sprice 還有這個沒喝過的 我們就選一個沒喝過的 總共是一萬塊 我也不便宜耶 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 放進生雞蛋 我已經拿了 快要煮好了 我已經拿了